哈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活動主持人Jacy 那謝謝大家今天播空來參加我們的技術小聚 那在活動開始前呢,我先跟在場的各位簡單做一下環境的導覽 這次的技術小聚中間是沒有休息時間的 那洗手間的位置,它在大門出去左轉的右手邊 那外面的吧台有點心,咖啡還有茶水可以自己取用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先趕快進入今天的主題 這次的技術小聚呢,主題是CICD好自動 CICD在軟體業界非常的流行,它可以大幅減少開發到release的時間 簡單來說呢,它就是像你的流程自動化 例如工廠本來只有手工產線,那有了CICD後呢 就能自動包程式,持續更新修正問題 讓你交付出去的產品是有經過品質確保的 那我們這次邀請到兩位資深工程師 他們在相關的領域都有很豐富的專案執行經驗 第一位講師是Matt 劉明凱 他曾經參與過渣打行動銀行以及網路銀行的開發與維護 亞太醫管家品牌開發與維護 台大研衣床邊招呼系統的開發 第二位講師是Kevin 林靜凱 他參與過台信銀行行銀行平台的開發 亞太電信 E-shop 平台開發與維護 台大研衣床邊互動系統開發 鴻海Bandot電視盒還有Smart Home 智慧音箱的開發 在場的各位如果在分享過程中有問題都可以隨時提出 那線上的觀眾啊如果有想要問問題的也可以在對話框打輸出你們的問題 那我們就把現在的場子交給第一位講師Kevin 喔第一...Matt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技術小聚 那我是今天的講者之一我是Matt 然後我們還有另一位講者Kevin 然後我們今天的技術小聚主題呢是CICD 在開始前其實我們之前一開始有問卷有調查說 大家有沒有對CICD想要了解的部分啊 我們有說到一些疑問就是像 在金融業或是遊戲業這樣的一個時間或結合 不過因為在這一方面啊 我們往往都會透過跟客戶的一些協作的 就是協作一些導彈的方式去做合作 所以說在這一部分啊 我們會因為客戶的一些環境啊 甚至他們的一些工作文化不一樣而 做不一樣的建議或是建制 所以在這一塊的部分今天可能不會解答到這個問題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會後或者是在過程中 我們可以利用mail方式跟我們聯絡 我們後續也有機會跟大家進行討論 或者是共同研究 那麼也有一些問題是像CICD怎麼運作的 真的是CICD的一些自動化測試的一些經驗啊 或是一些分享我們也會在簡報中提到 那今天的技術小聚呢 我們主要透過四個章節來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們會從一些CICD的簡介開始 而且我們也會介紹一下CICD 裡面有個名詞叫Pyplus 跟我們會請Kevin用一些實作的方式去跟我們展示一下 CICD到底它執行的畫面是怎麼樣啊 它流程是怎麼樣 甚至我們最後也會做一些小小的總結 好那我們先從CICD的簡介開始 通常啊我們在接觸一門新的技術 或是導入到新的系統的時候 我們新中產的都會有一些疑問 比如說像今天參加CICD的話 我們就會想說到底什麼是CICD 那為什麼我學會導入CICD這樣的系統 或是學習這麼一門技術 因為不管是導入啊或是學習 我們都需要投入一些時間啊甚至金錢啊 那如果我們最後的結果跟我們一些想法 或是我們的目的不一樣的話 我們覺得說我們可能在這方面投入資源就有點浪費嘛 所以在開始之前啊我會先用兩張簡單的示意圖 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CICD如果導入之後呢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變 在我們開發上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用兩張簡單的圖去示意 像左邊這一張啊就有點類是我們傳統的一些工產的生產線 我們往往會在一個流水線上面啊 設置一些工作站 那麼在工作站上面可能會有一些技術人員啊 或多個技術人員在上面操作儀器 甚至是手工生產 比如說像在自鞋廠方面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有 需要一開始的一些鞋面的縫合啊 或是一些跟鞋身的黏合 甚至我們可能需要送到一些烤爐 去把它那些膠烤乾啊 最後做包裝等等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過程啊 就跟我們在城市開發很像 因為比如像我們在城市開發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在開發結束後 我們會開始進行包版 然後也會進行一些測試啊 或者是後續的交付以及一些驗受的檢核 不過呢 在傳統的工廠開發 傳統的工廠生產來說 這些動作其實已經開始做一些自動化的轉變了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導入一些機械手臂 或是一些自動化生產的方案 甚至有一些自動化檢核的措施來做評管 那麼我們城市開發方面 難道不能做一個這樣的轉變 或是做一些類似這樣的系統去做自動化的生產嗎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說我們就需要去導入CICD這樣一套系統 那麼到底CICD裡面實際運作 是做一些什麼樣的措施 或是有什麼樣的步驟啊 或是它的一些規則制定 你才可以讓我們從我們傳統的一些手工生產 變成一個自動化生產線呢 那我們可能要從CICD這個名字開始了解 CICD這個名字啊 它所代表的 它所代表的就是三個單字 就是 它不代表是持續性的整合 這就是CI嘛 那CD方面代表的是持續性的交付 還有持續性的部署 那麼 我們在持續性整合的階段呢 去做一些開發計畫的制定 通常在我們導入CICD的 這套系統之後 我們開發的一些規模 以及我們並根的範圍比較小一點 其實為了就是讓我們可以快速的去 進行這樣一次的更疊動作 而 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工程師 其實在開發中 如果遇到一些錯誤啊 或是需要修正 甚至他們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然後我們在開發結束之後呢 通常我們會把我們持續性 推送到我們的反控系統上面 那麼 在此時我們的CI Server 就會接收到它推送上去的資訊 去觸發後面的一些自動化流程 比如像我們的包版 或是我們的測試 甚至我們一些圓碼掃描等等 所以說 在我們持續整合階段的過程結束之後 我們就進入下一個環境 就是我們持續性的交付 那 持續性交付它其實主要呢 就是我們包出來的一些程式啊 我們建構完的檔案 我們可以把它部署到我們相對應的一些 檢核環境上面 比如像我們可能會有SIP 或是我們會有UHM 還有PODATION這樣的環境上 我們會進行我們一連串的 規範好的一些測試標準 或是檢核標準 這樣的話 我們才可以放心的 讓我們這一次包出來的程式 我們可以利用自動化方式 去部署到PODATION環境上 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啊 我們只要執行這樣一連串的自動化過程之後 其實很多我們需要人為介入的時間點 全部都可以以自動化方式取代的 那這樣子就可以節省掉很多的時間 而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呢 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優勢 或是什麼樣的優點啊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因為建立自動化的關係啊 所以我們可以在我們剛剛說的一些 需要人為介入的時間點 我們可以節省這些人力的投入 或是這些成本 但是說這個優點其實 後續會有一些小小迷失或是爭議啊 不過呢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我們減少這些人為介入的次數 我們可以有效去降低它 發生人為舒適的風險 就比如說可能會有工程師 他可能嘴去嘴比較晚 然後他早上來的時候 指定輸入錯誤了 或是像我們在PPT上面常聽到的一些 玩笑像是工程師的打翻方面啊 之類這些人為舒適的一些風險 我們也可以有效去降低它 並且我們可以透過自動化的導入啊 像自動化測試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樣的優勢啊 在我們開發途中頻繁的進行提交跟測試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效的在開發途中 可以去發現 因為我們到底會不會因為新的功能添加 導致一些舊的功能出錯 甚至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會不會其實我們開發過程本來就已經出現錯誤 這些風險我們都可以提前去擷取到 甚至是我們可以提早解決它 因此 變相就可以去維持我們的產品產出的品質 甚至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規範的一個標準 我們的板通上面 維持的是 一直都是可以不足到正式環境上面的一些版本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演成出更好的一個優勢 就是 如果當我們的服務 產生一些嚴重的損毀啊 甚至服務丟失的情況 我們也可以在很快的時間內去修復它 那我們有提到說 我們會在導入CI-CD之後 會讓我們的更跌速度變得更加頻繁更快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呢 我們可以有效的利用這樣的優勢 去頻繁的變更我們的一些錯誤 或是像客戶可能會回報一些 他們覺得我們不夠人性化的設計啊 甚至是我們文案 我們的一些小BUG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快速更跌的方式 去進行一些更新變化 那麼 客戶就會因此感受到我們 在這個產品產品的用心 而且 他們也會提高他們對產品的滿意度 甚至有可能會提升我們的品牌的形象 不過 那麼多優點 相對的也會產生出一些缺點嘛 比如說像我們在導入這樣一套系統的時候 我們前期需要投入額外的成本 因為畢竟我們需要架設CI-SERVER 甚至我們需要去配置它的一些測試環境 或是檢核環境 還有 我們工程師也需要去學這方面的一些技術 或是知識 甚至我們要去添加一下自動化測試的腳本 然後我們要去維護它嘛 所以 後面這個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它好像跟前面一些降低人力 以及時間成本有一小小的爭議 不過呢 它額外延伸出這些優點 其實就遠遠蓋過它這些缺點了 所以像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公司 像 Yahoo啊 樂天啊 正是Google Amazon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CI-CD的系統 那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知道 我導入這套系統之後有沒有發揮它的優勢 要用什麼樣的標準去檢核它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參考一下Google以及其他一些研究組織 共同發布的一個報告 它這邊就會以四個主要的評比指標去評估一下 我們這樣系統是不是有達到我們想要的標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四個指標分明就是我們的部署頻率 還有我們 我們的變更的前置時間 跟我們服務修復的時間 就是我們每一次變更的失敗結局會有多高 那麼 右邊這張圖就是 我們這份報告裡面呢 會將我們的表現分成四個層級 就是像精英或是表現比較好的 這是表現普通 最後是表現比較低下這樣的層級 那我們上面可以看到 達到精英層級的這些組織 他們可以做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就是像他們的產品 每天可以進行多次的部署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他們那種Google 是Netflix 他們一天就有上千次的部署 雖然說是他們整個公司的這樣的上百個服務來說 整合起來他們有一個上百次的部署 不過 像美國第一資本啊 他們這樣的一些金融企業 他們可以達到五十次以上的部署 甚至報告裡面有提出 保守估計他們一項產品 一天就有四次以上的部署 那麼 他們部署所需時間呢 其實 每一次從他們的代碼提交 一直到他們部署到正式環境上面 其實也只要一小時 甚至到一天的時間 他們就可以進行一次的部署動作 那麼 這樣的一個優勢 他們就可以發揮出來 就是像他們如果服務遇到損壞 甚至一些服務丟失的情況的話 他們其實一小時內就可以修復了 所以 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像PTT這種 比較一些重度使用者 他們可能PTT掛掉之後 他們就覺得世界天蒙烈烈烈了 如果我們可以一小時內修復 其實他們可能就只是去買個晚餐 吃個晚餐就恢復了 這樣對他們來說 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負面的聲浪出現 或是他們可能覺得 因為我們產品似乎好像很容易壞掉 但是其實 我們如果這樣的修復速度的話 他們對我們產品就增加更多的信息 而且 他們在進行這樣的過程 其實 每一次他們的失敗機率 也只有0%到15%這樣子的機率而已 所以 他們進行這樣一個系統配置之後 他們失敗機率並不高 可是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 像Google 甚至Nephi這種 他們都是超巨型公司 他們有很龐大的資源跟能力 才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 其實 報告裡面就有跟我們講說 在2018年 原本可以達到這樣程度的比例 其實只有7%而已 那 這時候我們覺得說 其實7%真的很少 不過呢 經過一年的調整 以及這些企業他們的 一些適應之後 其實在2019年 可以達到這樣程度的公司 已經達到20%了 也就是說 將近1%的公司 是可以到這種程度的喔 因此 如果我們提早把我們的一些 系統跟我們開發流程 也開始實行這樣的措施的話 或許我們1年後 2年後 也可以達到這樣的規模 這樣的標準 那麼 我們剛剛談到這期 其實都是 講述一些 CiCD有什麼優點 或是它可以達到什麼程度的 優勢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去談論一下 我們CiCD有什麼樣的內容 或者說我們要去了解一下 它裡面有什麼專有名詞 所以 我們在網路上啊 可能常常會看到一個名字 就是CiCD的Piperline 我們接下來就針對 CiCD的Piperline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Piperline 在網路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些文章 或文件 甚至是一些 研討會啊 技術分享啊 他們比較習慣用 一些像輸油管 或輸水管 大型的鐵管 來做一些 他們的形象化介紹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用 流水線的方式 來跟大家介紹 因為它其實就是會自訂一個一個工作項目 然後它 要跑完一整個流程 所以像我們這張圖上面看到就是一些 比較常見的 我們Piperline 組成的一些結構 像是我們 剛剛提到的 我們會有我們的開發的計畫設定 然後跟我們的城市開發 因為這些東西其實還是我們需要人工去操作嘛 不過呢 我們在這些階段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自動化的環節 比如像我們的包板 跟我們比較常見的像單元測試 那是我們一些圓碼掃描之類的 我們會在建構階段去做一些 我們的測試啊 或是我們一些掃描跟檢核動作 那麼在這些建構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透過我們一些自動化的腳本跟措施 我們去部署到我們各式各式各樣的驗收 或者是一些審核環境上面 就比如像我們整合測試啊 或是我們會有使用者的驗收測試 甚至是壓測 性能測試等等 我們會在這個階段 去讓它通過我們制定下來的一些檢測標準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很有信心的說 那麼我們經過這樣自動化的測試 以及包板流程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產品 成功部署到我們正式環境上 所以我們通過這樣一個標準 跟我們的檢核規則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產品很放心的 部署到prodation環境 那麼我們在正式部署到prodation環境之後 我們後面還是要去監測它 就比如說我們可能這次的變更 會引發一些什麼樣的結構 可能客戶還是覺得不夠完善啊 或是不夠友善的操作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觀測模式 去制定下一次的變更計畫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一個負責的意思 去執行我們這樣的一個 優水線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讓我們產品 就是快速的去做一個變更 但是利用這樣的優勢啊 去做一些故障的修復等等 那麼我們這邊看到有許多的測試項目啊 其實我們覺得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 測試項目它的撰寫跟維護 可能會造成我們額外一些成本的開銷 或是額外造成我們的負擔啊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跟大家聊聊說 我們測試項目怎麼去分配它的比例 或是怎麼樣去制定我們的比重啊 才不會造成說 可能我們導入CiCD 結果我們花了很大量的精神 在寫測試腳本 我們可能都不開發了 所以說我們再來就介紹一下 我們網路上會有一個議題就是 像自動化測試的金字塔 它其實在描述說 我們應該要把我們測試的比例 最大部分放在什麼階段 或是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才不會造成說 因為我們可能為了自動化測試 而去把我們的焦點模糊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喔 比較高的一個比例 一個層級的話 我們執行速度強度會比較慢一點 而且我們可能花費的維護 或開發產會比較高 而相對起來 我們比較低層級的一些測試方式啊 它所帶來的 它所需要使用的一些時間 甚至它執行速度都會變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看到這下面我們的單元測試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基本的一種測試方式 而且我們也可以透過像TDD啊 這種測試驅動開發的方式去進行開發 這樣的話就可以確保我們的專案啊 在開發結束之後 可以留下我們的一個測試腳本 而且我們可以不用額外 花很多的時間去補足這些測試腳本 這是為了提高覆蓋率 而一直拼命的去做這些撰寫 而花費時間 那麼在中間這三層啊 可能會看到一些圖 還有一些Service Test 就是我們平常一些產品的服務測試 像API 或是像我們的一些整合測試啊 我們的組件測試等等 這些測試其實相對起來 就會比單元測試麻煩一點 畢竟我們API如果中間一個調整 我們也許我們一些MOK的資料也要變更 或是我們一些的 一些的資訊都要跟著變動 所以它會稍微 比較不會像單元測試一樣 那麼簡單的去開發 而且我們就需要花比較多時間去維護它 再往上一層看的話就是UI測試 其實這就很明顯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電商平台 他們可能偶爾就彈出一個廣告 那廣告的大小就不一樣 那如果他們一個廣告的版面變更的話 我們也許就要去調整我們的測試腳本 那麼這樣一來的話我們就會發現 因為我們可能只是為了一個簡單的調整 就要去做我們的腳本維護 甚至我們還要去賺取新的測試腳本 這樣的話對我們來說 其實就會額外產生很多的開發 以及我們的維護成本 而最上面這顆星星 其實就是我們沒有辦法自動化的方式 就是我們不覺得還要人為的方式去缺人 可是這樣的一個存在 就發現它好像跟我們一開始 CSD的精神就有點違背了 因為我們是想要利用自動化的方式 取代我們人工的一些工作 所以說如果我們還保有一定比例的人為測試的話 我們就發現 事實上我們的可能執行上的效率就不是那麼的優 那麼我們剛講這些 我們就稍微了解到一些 在CSD的技術上面有一些基本的知識 那接下來我們請Kevin透過實作的方式 稍微跟我們講解一下CSD有什麼工具 但是CSD它實際上跑起來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請Kevin 欸大家好我是Kevin 那今天我們有準備兩支demo影片 那在demo之前我會先介紹一下我們使用的工具 那CSD市面上有許多的工具 那各大公司也有推出他們自己的產品 那我自己覺得最核心的部分是CI Server 它像是一個指揮中心 可以分派任務給相關的工具套件去執行 那這張錶是Gebrains對7000位 有使用CI Server的開發者做的CI Server使用度調查 那前三名分別是Ginkins Ginaf CI Travis CI 那其中第一名Ginkins更是達到接近六成的使用率 那這也是我們第一支影片demo中所使用的CI Server 那除了這三個以外 還有最近Jom因為結合容器化的概念 所以最近也很火紅 那Jom就是最底下那個logo很像神奇寶貝球的那個 那我們第二支影片也會用Jom來當作我們的CI Server 演示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UI自動化測試工具 那這邊比較常用的是Serenium和Apian Serenium主要是針對WAVE的UI自動測試 它可以針對不同的開發語言以及不同的瀏覽器提供資源 Serenium主要分成三大區塊 Serenium IDE Serenium WebDriver Serenium Grid Serenium IDE 提供了腳本的錄製回報以及匯入匯出 那它也可以使用瀏覽器擴充套件的形式安裝 可以錄製你實際操作瀏覽器的行為 變成測試腳本 那Serenium Web的話 它是一個驅動瀏覽器的API介面 那測試程式可以透過WebDriver 來驅動瀏覽器進行操作 如果最後如果你有多台機器或是多款瀏覽器的 並發測試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用Serenium Grid來實行 接下來的話是程式碼掃瞄工具 這邊大家比較常聽到的就是SonaCube 那SonaCube可以針對自己客製分析條件 以及不同的開發語言去掃瞄你的程式碼 那產出相對應的報表以及建議 那右邊這張圖就是SonaCube掃瞄出來的報表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主要五大項是 分別是可靠性、安全性、可維護性以及測試覆蓋率 還有程式重複率 那SonaCube會針對這五塊產出一個報表 那它針對SonaCube產生的每一項項目呢 它都有建議的修改方式 所以對你識別程式碼漏洞 以及維持程式碼的產出品質都是很有幫助 那接下來進入我們DEMO部分 那DEMO一部分有兩個部分 一部分一個 一部是均屏時一部是重 那我們先看均屏時的部分 均屏時的話流程像上面各位看到 一開始從板控 開始板控提交之後呢 會經過建置測試部署的流程 那這是一個基本的CISD流程 那這邊在部署前我們加了一個檢查點 可以針對像部署到UAT環境或正式環境之前 有個審核放行的動作 那使用到的測試工具跟檢查工具 就是剛剛介紹到的Celenium以及SonaCube 至於單元測試的部分 我們使用TESTNG來進行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DEMO影片 那CISD第一步一定是從板控先提交開始 好提交以後我們均屏時會觸發均屏時的更新 跑接下來的CISD的流程 它現在是在建置以及單元測試程式碼掃描的部分 這邊執行完畢以後就會進入我們的審核點 會激發審核通知信給 有相關權限的人過來進行審核放行的動作 可以直接點信件上附的網址 就進入到剛剛的中斷點 那因為我們中斷點這邊有設置權限 所以我們換另外一個有權限的人的帳號來登入 做放行的動作 現在我們重新登入以後 再回到剛剛我們的CICD流程裡面 現在放行以後 它就會進行部署的動作 那部署完畢以後會進行UIA自動化測試 那UIA自動化測試執行完畢以後 以上的CICD流程就執行完畢了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UIA介面上看到每個步驟 以及它的執行之後的LOG 因為我們可以依據環境需求 調整我們的PUB LINE 例如DAB環境的話 我們就可以跳過審核的步驟 然後直接部署上版 接下來我們來看剛剛做的單元測試 以及掃描的結果報表 首先是TestNG的測試報表 以及Selanium UI自動化測試的報表 這邊是GINTINS的原始畫面 然後裡面也是也可以看到CICD的建置立程級結果 那剛剛DEMO所使用的套件是BlueLotion 那DEMO完以後會做個簡單的介紹 最後是我們SonaQ掃描的結果 那這邊是剛剛執行的CICD的PUB LINE的腳本 好,那以上是我們Ginkins的demo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剛剛demo中Ginkins所使用的套件 那第一個是Brotion Brotion是針對Ginkins Publite設計的一款套件 它有以下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它可以跟板控分枝有很好的結合 它支援現在熱門的幾個板控 比如說GitHub的BitBaki 那可以用圖形化介面很輕鬆的匯入你的專案 以及底下所有的份子 再來就是它有視覺化的Publite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你每一次建置過程的狀態及結果 那以及你建置的過程歷經的步驟以及Log 還有就是Publite的編輯器 你可以直接使用UI介面來編輯你的Publite 甚至直接創立一個新的 那你建立好之後它也會幫你同步更新到你的板控上面 那接下來剛剛打包使用的工具是Maven 那Maven Maven這邊你在Ginkins上面安裝好以後 你要來設定它的Name跟Maven Home 那Name的話是幾乎大部分跟Ginkins做連結的套件都要設定的 Name的用處主要就是讓你在Publite腳本上面使用它 那除了設置Maven Home以外 你也可以使用自動安裝 那Ginkins會自動從Apache上下載你選擇的版本下來 接下來是SonaQ的部分 SonaQ分成SonaQServer 以及SonaQ Scanner Skanner掃瞄的源源是 chưacar 或將結果會回傳至Server上 那SonaQServer的設定方式你要先到SonaQ裡面去取得他的Token 然後一樣在Ginkins上面設置你的Name 以及Server的UIL跟Pow號 那收到scanner就比較簡單 你只要設置好nit以後 這樣GinKings從nit上自動安裝就好了 接下來是email通知的部分 email通知這邊走的是sntp協定 所以你要設置sntp的server以及pore號 那還要給他一組機械人的帳密 TestNG跟senalian的話 其實你不用做設定 就可以直接在publicline裡面使用他的語法 那接下來有一個Zone的demo 那對於剛接觸CICD的人來說 Zone是一個相對輕量化的選擇 因為Zone它搭配DAC 然後設定檔是使用YAMO 所以在對於環境建設跟部署上面 會相對的輕鬆簡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Zone的demo影片 Zone也有一個清楚的UI介面 也可以看到publicline的每個步驟以及log 那我們做的是執行在DAC上 那我們這次DAC的設定是用DAC Compose做Container的設定 這邊是DAC Compose的一些相關設定項目 那在DAC上 建在DAC上的好處就是 如果服務無預警損壞或是關閉的話 只要使用簡單的指令就可以輕鬆重啟服務 現在我們服務重啟以後為了確保它是正常的 所以我們現在復習一個變更到板控 然後並且讓它重新跑一次CICD的流程 我們現在把Next Update改成今天的日期6月18號 然後提交到板控上面去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Zone也接收到板控更新的訊息 那開始跑CICD的流程了 這邊是DAC Compose.YAML以及重點YAML的設定 那關於YAML的設定檔 我們TPU新一大學有詳細的介紹文教學文章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去研究iPad 那DAC的Bashboard上面也可以看到即時執行的Log 我們現在 CICG 流程即將完成了 我們完成之後進去網頁看看更新日期是不是已經確定變成6月18號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 Publite 所有流程也都成功執行完畢 以上就是我們做我們的 Demo 影片 這個小總結 整理了今天的分享以後我們總結出幾個要點 第一個就是提交平凡的測試 因為流程全部自動化的關係 所以可以很大的減少人力及時間的成本 所以可以做到頻繁提交、頻繁測試 那提交前本機要先測試過 不能直接提交上去以後然後就爆掉 那如果真的不幸爆掉的話 就必須終止流程 那把排除錯誤列為最優先解決的事項 帶錯誤排除以後才可以再重新提交 那整個建置測試部署的流程當中 可以自動化的部分務必全部自動化 才是 CICD 的精神 然後測試項目也必須全部通過 並且維持至少80%以上的測試覆蓋率 那 CICD 也可以結合一些任務中心 像是 Trero Gira 來更優化 欸不好意思 CICD 也可以結合 Trero Gira 這些任務中心 來更優化開發我運的流程 那接下來這邊我們再請 Matt 來為我們做分享 謝謝 那剛剛 Kevin 跟我分享一些實作的影片呢 我們可能覺得說 嗯他也許只是幫我們做一些自動化的措施啊 可能是節省一些人力或是成本 那可能不足夠去打動我們想要導入的一些動機 因為畢竟這些東西我們人為都可以解決嘛 那麼我們 CICD 其實也是可以有一些延伸的運用 比如說像最近比較火紅的一個名詞 就是 DevUps 這樣的一個工作框架 因為 CICD 其實也剛好作為 DevUps 一個工作框架的 常見的一種實踐方式 那到底什麼是 DevUps 框架呢 它其實就是一種我們在專案的進行中 我們一個比較新的一些協助模式 那我們可以透過 CICD 去節省掉我們一些開發環節上面的 額外的成本啊或是人力投入 那我們也可以延伸去結合一個任務中心 去定義我們一些角色的工作啊 或是一些我們的相互的溝通 甚至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工具的結合方式 我們可以再取得一些我們專案進行中的一些資訊 比如像我們專案的進度上哪邊的 甚至我們一些包辦啊 會不會有一些錯誤啊 甚至我們一些測試的錯誤資訊 那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透過這樣的一些溝通方式 來去改變我們一些協助模式 進而去節省我們另一個比較常見的滑費 就是溝通成本 因為像我們不但在開發環節上面 會有一些額外的人力介護需要去節省這些成本之外 我們在溝通上面往往會透過很多信件的來往 甚至我們可能會去那些小資訊 去做控告啊 甚至我們要booking會一次來開會 那麼這樣的一個過程其實就是產生我們很多很多時間上面的花費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樣一個任務中心的制定啊 去節省掉我們這些花費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剛剛有介紹到的CICD 其實就是以一些自動化的方式啊 去解決我們在開發上面的一些額外消耗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有介紹到的一些SonaCube啊 甚至APPIM、SELINIM以及我們JENKINS這樣的驅動方式 那我們在這些環節之下 既然可以節省我們時間的話 我們如果再把這個東西去結合像我們一些GR這樣 或是TRAIDO這樣的專案管理工具的話 再經由我們去重新定義每個角色 它應該要做的工作範圍 那麼我們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改善我們在專案開發上面的一些協作模式 以及我們一些時間的消耗 而這部分其實我們可以了解到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一些專案資訊 以及專案報告 甚至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工具的方式啊 直接去看到我們一些單元測試的腳本是不是都成功了 還有我們的進度 甚至我們可以利用它去管理我們的文件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透明化去公開我們在專案開發上面的一些資訊 我們可以不用一直利用一些新建來往 甚至是我們不用一直去開會制定一些比較小規模 甚至是一些簡單的變更 甚至是我們專案上面可能一個文案是否採用 我們可能還要再E-mail來E-mail去 裡面還有一些什麼Dear Kevin啊 這些這樣的文字去解說 欸我自己這方式只是要跟你說 我希望取得你的共識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比較簡單的溝通方式 去制定我們自己在專案內協作方式 這樣不管是我們任何角色 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取得我們專案內的一些資訊 不用再透過很多時間上面的協調 甚至大家都要開會帶到很忙 大家都自己的工作項目 所以說這樣的方式就可以有機會減少我們溝通上的成本 不過呢 因為DevOps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主題還在CHD上面 那在這一部分呢 我們以後可能有機會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關於這方面的分享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像不管是DevOps 或是我們的CiCD 都會有相當多一些工具上面的結合 那怎麼樣的工具搭配 才可以比較符合我們專案上面的需求 或是有沒有比較推薦的工具搭配呢 那在這一塊啊 我們可以看到一張圖 就是我們在DevOps 或是CiCD市面上 我們有許多許多的工具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說到 溝通用或是管理用的Gira Tradle 甚至Slack這樣的溝通工具 或者是 因為我們可能專案裡面 就有用到一些板控 例如我們Bitbucket 這個GitHub GitLab 這類的板控工具 再結合一些 像剛剛K1幫我們介紹的 Gentings啊 Drum啊 或是Microsoft的TFS啊等等 那這些工具的結合其實 主要還是取決我們專案上面的需求 所以說在這邊還會建議大家說 還是可以在小聚之後啊 可能利用一些筛發覺 或是一些小型的專案 來嘗試怎麼去導入這樣的一個工具 或者這樣一套系統的措施 也許我們在這樣的途中啊 就可以慢慢發覺到 或許我們專案有一些什麼樣的需求 我們需要額外添加一些工具 甚至這些工具有沒有更有效的搭配方式 如此一旦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CiCD的系統 可以更貼近我們專案上面的運用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開始達到一些 像我們剛剛報告上面 我們報告上面有提到的一些 比較高效率的一些開發方式啊 或是開發流程 甚至我們可以達到那20%的 這樣一個層間存在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小聚之後 可以嘗試一下自己去玩玩 看CiCD這樣一門技術 那最後我們也開放大家可以 針對今天技術小聚上面的一些內容 或問題提出發問啊 那最後我們開放一些Q&A的時間 這邊有一個人問說他對於執行CiCD很有興趣 那他想從頭學習跟CiCD相關的知識 講是有沒有推薦的作者或是網站呢 其實在這一方面啊 不管是像IT鐵人啊 甚至像我們的行李大學上面 都有一些教大家怎麼去架設這樣的文章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影片裡面就有用到的Drum 它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以去架設我們CiCD的一些流程 那我們也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式去開始接觸 也許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會發現 其他的CiCD可能更適合我們的使用 然後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慢慢的 加入這樣的一個行李啊 就是嘗試用簡單的工具去做結合 也許不用一開始就想要把整個Pipeline的流程 全部都結合起來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什麼自動化包板 甚至只要結合一些自動化部署 而且這邊也可以像GitLab這個板控 他們其實上面就有簡單的GitLab CI 也可以嘗試一下 就是我們只要透過一些文件的設定 或指令的設定 就可以操作一些簡單的Ci流程 對 希望有檢查到大家的問題 那剛剛講師介紹的那些都是付費的工具嗎? 其實有很多都是Open Source的 因為像我們 不管是像我們在GitLab CI上面 它其實就有免費的2000分鐘可以使用 或是像Drum啊他們的官網上面 它其實是一個Open Source的工具 但是Jenkins也是 而像一些保版工具啊 Maiven啊Gredo這些當然不用說 就是大家專門通常在運用的一些免費工具 設定器也是 而我們裡面有提到一些測試工具 像Dream Meter啊Dream Meter這些 其實應該大家都蠻常見的 這些東西都可以去選擇 而且很多開源軟體可以使用 那請問在場的各位還有線上的聽眾 還有沒有問題想要詢問講師的 快點把握機會喔 沒有的話我們先 好那我們謝謝Kevin還有Map今天晚上精彩的分享 那希望大家都有很多收穫 那我們今天的簡報內容呢 還有影片都會提供給有參與的夥伴們 那這裡有一張QR Code 在那個WebEx的對話框裡面也有一個連結 請大家可以掃碼或者是點入連結 去留下你們的相關資料還有feedback 我們會根據大家提供的聯絡方式去寄出簡報還有影片 那技術小巨呢是心力大學主辦的每個月一次的活動 心力大學是心力資訊成立的技術共享專業論壇 裡面有許多我們的工程師還有PM會分享在工作中學習到的經驗 技術研究心得 是一個資訊共享的平台 那也歡迎大家能夠到上面去挖寶 也邀請大家能夠到心力資訊的粉絲專頁LinkedIn 還有YouTube去追蹤訂閱 那我們下一個月的主題是有關react.js 詳細的內容我們會公布在活動通上 那我們就下個月見 謝謝 謝謝大家 有人問問題 上版後發現有問題降版也是自動完成嗎 還是需要特別為了降版流程設定 這方面我們可能需要由我們的SD來幫大家回答 因為這一部分比較不是我們工程式的範疇 那如何根據專案去使用適合的CI工具呢 其實就是像我們專案一定會有特定性質 這一題我們可以先解釋 像我們可能會用的是 一來是我們程式語言 跟我們現在正在使用的一些板控工具 比如說我們使用 我們如果是喜歡高的開發單 我們單元設定可能就選擇用Zenit 這一類的工具 那也許我們開發的是Web 我們就會選擇像Selini嗎 這樣的一些Web測試方式 所以說其實還是會依照我們專案的性質 以及我們使用的語言 甚至我們是不是已經有一些正在使用的工具 然後我們再去額外做一些工具上面的組合或評價 那請問一個開發團隊或公司在導入的時候 CICD會是全部的成員都要學習嗎 還是說只要幾問知道就可以了 其實還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這樣的一個概念或技術 甚至是開發團隊最好是可以了解到CICD是一門什麼樣的技術 因為主要像我們測試畫腳本啊 或是一些使用上面的腳本設定 比如說像我們自動化的一些包版 這些指令啊 我們都會需要去學習 而通常在開發過程甚至是一些測獲啊 我們可能就會分不同的角色分配去做學習 比如說我們可能要怎麼去學習 因為我們開發的模式 像我們的開發計畫制定 那也許這方面不見得就是一定都要PG去學習啊 但是大家可以分工去了解一下 在CICD這樣的一門技術裡面 有哪一些是可以分配好大家去研究的角色過程 那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技術小區就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